好 觀眾 持續在您關心精華傳案的最新進展 就在今天中秋節過後 檢方又有動作 今天是要來提訓其中一名被告 也就是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那柯文哲今天很特別 柯文哲今天竟然是走在第一位 而且身上穿的一樣是黃色的球服 加上藍白托 不過柯文哲今天臉上表情似乎也出現一些端倪 因為他不像前兩次出現的時候 臉上有面帶笑容 恐怕是他也知道今天 檢方的問題會是非常犀利的 因為檢方這幾天 其實在密集的偵辦當中 有發現了一些破口 收看就報導 現在整齊的專案小組 其實有發現了一些精流的破口 也就是大家還記得嗎 先前從柯文哲身邊有扣走一紙USB 這個USB裡頭 其實之前就有曝光過 有小省150等等 現在這個隨身碟 也已經被這個專案小組給解密了 那是不是會包含其他相關的精流證據 目前可能也會成為 檢方的一個有力的證據 不過可以看到今天柯文哲三度的來遭到提訊 那也不排除就是要來針對精流的部分 再度的來對柯文哲來進行詢問 其中更包含的是之前這個民眾黨的選舉補助款 也就是這個個人政治獻金捐贈的部分 因為現在檢方就懷疑了 現在這個政治獻金之前有高達選前三個月 有高達兩億的政治獻金湧入柯陣營裡頭 而且柯陣營甚至是宣稱 其中大概有三百多個人是要求匿名贊助的 那匿名贊助這個部分其實就很奇怪了 因為說這三百多個人都抱著獻金 來到民眾黨要求要來捐錢嗎 現在檢方就非常懷疑了 因為我們都知道小草和民眾黨支持者 多半部分都是年輕人 那年輕人多半也都會採取線上捐贈這樣的方式 怎麼會有多達三百多個人 都抱著現金來要求捐款呢 知識檢方接下來要追查的重點之一 到底這十三萬多筆的個人捐贈的部分 有沒有跟審計金有關 都是檢方下一步要來追查的重點 我們三線新聞也在現場 繼續來為您關注最新消息 我們將先鏡頭交換給棚內